我回来了 爸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隔壁王大爷已经带上老花镜了 难道你老了也想像他那样吗 我就看见了 爸 我今天打电话给你们老板了解过了 你这个月的夜景又下滑了 再这样小时就有可能失业 所以你还是把今天放在工作上好了 现在是书房看个文件 了解一下今天的工作 明天的工作也该准备准备一下了 可是我今天工作了八个小时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那回到家里还不能放松放松吗 放松 这可是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刻 你上有老下有小 作为我们家的顶梁柱 只想是放松 隔壁小车的爸爸 上个月又在一门买了一座房子 全滚 再这样下去就会被他们逼下去了 我在同学面前这么胎子取回来啊 是啊 儿子 你说的对 现在就去工作了 回来了 特别好 妈妈给你买的最爱吃的 有你最爱的鲑鱼罐头 妈 又买新衣服了吧 这个不贵 五百多 眼色挺好的 美容院也去了吧 妈 把天天那么辛苦的赚钱 你就不知道帮她省一点吗 她要养活我们一大单子人呢 三四十岁的人啊 还学别人攀比 每天花钱大手大脚的 妈 你一天多朴素啊 肯定都是被你那群闺蜜给带坏的 每天约你惯鞠惯鞠 我看你以后少跟他们来往算了 我同意 我就是要今天逛街 你有本事告诉你外公外婆 他们肯定找这个 还听外公外婆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被他们宠坏的 我早就说过了 女孩子不来宠的 现在好了吗 都是个什么样子了 妈 妈 你们快来管管吧 你的大孙子又开始教训我了 你要替我做主 你就别哭了 泡泡 平时对你妈要求的不要害人 我们做父母的 看着也心疼 外公外婆 你们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也是我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血浓于水 天下孩子哪有不爱自己的父母啊 我也为了他们好啊 你们看看这些作业 我不知道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才能做完 白天上学七八个小时还不说了 回到家 连一点玩乐的时间都没有 我那么经济体验的读书 都是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将来出人头地 能养活你们和爸妈 你们为什么不能体谅体谅我呢 你的心狂 我们都知道 可管教你父母 你总得有个度嘛 首先我作为孩子呢 我要反思一下 平常确实对你们有点严格了 但是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今天既然大家都在 那我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 怎么管教父母 讨讨论清楚 这父母到底该怎么管 说说说说说说 短 晨祥六点半 感谢观看